欢迎各位参加PiCon APEC 2022 Young Spice活动 我是这场活动的主持人Justin 今天这场来宾比较特别 有两位 是一对兄妹党 哥哥曾在高中时期 创立高中生做点式社团 帮助偏向孩童学习程式 后续也开发出一个聊天机器人的应用 并将开发过程录制成影片 成为学校程式课的教材 而妹妹在高中也与哥哥一起在社团里 为程式教学做努力 除此之外 也有参加过IT Home铁人赛 开设程式教学相关YouTube频道的经验 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学新鲜人 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多精彩的事迹 相信各位都很好奇背后的故事 那我们欢迎两位非常优秀的Young Spice 宣明及陈尼 嗨 宣明陈尼 嗨 那事不宜此 我们就先请兄妹两自我介绍一下 那先从哥哥开始 好 大家好 我是宣明 目前就读于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资讯管理系二年级 我平常的喜欢的运动是跑步 然后也喜欢游泳来锻炼自己的身体 那我觉得我中心思想就是除了自己好之外 我也希望可以别人大家一起好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受到PyCon的邀请 来向大家分享我在学习Python上面的一些经历 然后还有未来的一些规划还有看法 大家好 我是陈尼 目前就读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资讯管理系一年级 宣明的妹妹是学妹 那今天很荣幸受到PyCon台湾的邀请 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自学Python 也要推荐给大家一个 我自己实测过很有效的读书方法 好 那首先我们想要询问一下 就是说你们两个到底是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Python的 那学习的方式呢 我想先说就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高中的学生 我是从高职这个体系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相较于其他人来说 我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自己运用自己学习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差不多高一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自学Python 那跟很多人一样 我的是从变数啊回圈啊 判断是这些基础与法 一步一步慢慢学习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是 因为我学习的动机啊 并不是要除了自己学会就好 我除了自己学会之外呢 我还想要去教别人 让别人也学会 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就 要想办法要把这些东西内化成自己的 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教给别人 因为我觉得当时我是高中生嘛 我还是高一 然后我想说高中生应该就会比较了解高中生 所以我就是要自己学习之后 我是打算教我其他的同学这样子 除了自己学会之外 然后我把它拍成教学的影片 就是让其他人都可以来看我的影片 然后学习 其实我一直是蛮相信一句成语的啦 叫做教学相长 就是希望在透过教别人的方式 那个不但自己可以学会 然后还可以让自己学得更扎实 然后让其他人能学会 这样你可以获得蛮好的 蛮多成就感这样子 我是在高三毕业的时候 我才开始自学的 那那个暑假大概是 有时以来最轻松的时候 因为已经知道自己的学校了嘛 然后也没有课业压力 那当时也很确定我要走资管这条路 而且想说Python很重要 大学一定会教 所以我就想说利用这个暑假 我自己先学起来 那刚好身旁也有几个朋友是想学的 就叫我教他们 那我也觉得教学相长 当你以教会别人为目的的时候 你在学的过程就会更加的仔细 而且我自己也是初学者 我就可以比较知道 初学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 在教的时候也会特别提醒 那后来就想说 要做干脆就做好一点 所以我就把它拍成教学影片 那为了怕我口词不清晰 就是我还有在上字幕什么的 我还有做封面跟背景音乐 让学习起来会比较有趣 不枯燥一点 我觉得这个教学影片 算帮助别人也帮助到自己 我可以顺便记录自己 学习Python的一个过程 也算是一种做笔记吧 毕竟如果笔记就只是单纯的写在纸上 放一吹就没了 如果做成影片放在YouTube上 它就是一种永久的 之后如果想看 也不会找不到 我当初选择做影片 也不是说我本来就会 我自己也是摸索了很久 毕竟我没有拍过 我也没有剪过影片 第一部影片 老实说就是只有一分钟而已 但是我那时候录的时候 录了很久 因为我一直会语无伦次 所以就会全部剪掉 那真的 而且真的不夸张 我最后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在研究要怎么剪 那时候剪出来的时候 很有成就感 就是一次解锁了两种成就 那到后来慢慢上手 目前我的频道是178部影片 有800多个人订阅 还蛮有成就感的 了解 那其实就刚刚宣明跟陈寗说起来 其实我也蛮认同的 因为就是说 假设我们学会一个东西 那我们自己会 当然是一回事 可是如何把这个东西 就是内化 然后甚至是 教别人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 成绩的事情 对 好 那 我有点好奇 就是说 在翻你们的资料的时候 有发现到 其实社团经验 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那两位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在高中时 的一些社团的经验呢 这个社团 就是差不多是在我高中 高一的时候 自己创的一个社团 叫做高中生做点事 那我们社团的宗旨呢 就是希望 我们这些高中生 在高中阶段 就要利用自己的专业 做一点事情 来回馈社会 然后我高职 是读资储课的 所以我那时候 就有深深的体会到 学程式的重要性 所以我就打算 用我自己所学到的 到国小去 推广Computer Thinking 就是运算思维 然后就想要 透过Python的方式 去教学生 那当初是 只有我会一点点Python 其他人都完全不会 那我们全部人 也都没有那个 唱社团 办营队的经验 所以一开始 也是很辛苦 就是我先教大家 写Python 然后先把大家教会 办理中置教师的培训 然后之后我们还要 去问很多老师 怎么办营队 这样子 那在营队筹办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就是经费吗 就算我们再有热情 有没有经费的话 也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写计划 向桃园市的青年事务局 来申请就是补助 总共前前后后 差不多我写了四次的计划 然后申请到将近台币 八万元左右的经费 就是这笔经费才能让我们 这个营队办得更好 就是蛮有用的 这个其中 我也遇到很多很多的贵人 像是我的母校 我是高中是玉达高中 陶渊玉达高中 然后我的班导 徐梅君老师 还有我们资储科的科主任 当时科主任叫邱芳宁主任 他们都帮助我们很多 就是在我们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都给我们很多建议 很多指导 还有像我们所到之处 国小的校长 在我们办营队前 都会给我们多建议 然后结束也会对我们 都赞予有加 到现在就是我离开为止 我们总共有到了 无所不同的国小 然后有11个题次 就总共有将近 三百三十几位的小学生 有来参与我们营队 那大家都给我们很高的评价 了解 我其实有点好奇 就是说 因为宣敏是创始人嘛 对不对 那你们第一届社团的人数 大概有几个人 当初刚创的时候 说我一个嘛 再加上 其他 我们班的四位同学 然后还有妹妹 当时郭三而已 她郭三 那时候刚好 就是在准备会考了 所以就是刚四个同学加我 然后加妹妹 总共六个人 是最开始的人数 所以到现在 其实 现在应该人数有变蛮多了吧 当然 就是我们这一届嘛 然后下一届 妹妹那一届的话 我印象中是有接近三十几个人 哦 很多 我们人数有 然后就是我们要办理 那个中职教师的培训嘛 让大家都会之后 我们才可以分别去扩得更广 这样子 那陈妮这边呢 就是对于社团这一部分 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哥哥在创立社团的时候 是 哥哥是高中 可是你现在是 你那个时候是国三 那后续就是 你好像也是到 郁达高中就读嘛 对不对 那就读之后 你应该有参与一些 就是社团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社团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东西 就是 对 嗯 在我升高二的暑假 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 有一个到天乡国小 办夏令营的活动 当时是到台东县的大五国小 然后每个科系 就派几个人参加这样子 那我跟哥哥 还有另外两个同学 我们就主动争取 代表我们科出去参加 那刚好我们四个都是那个 高中生做点事的成员 之前都有在桃园的国小 有办过夏令营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 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当初实际上课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蛮有趣 而且是真的很印象深刻的小插曲 在筹备的期间 其实那个带队的老师 就一直暗示我们说 当地的小朋友非常的活泼 然后原本以为就只是客套 就是可能上课他们会很踊跃回答 或是比较吵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在意 真的到教室之后 就是那时候负责带他们进来的一个学长 还特别拿椅子把门挡住 就是要避免他们冲出去什么的 没想到课程在进行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生可能真的 精力旺盛吗 还是就是真的坐不住 他还是越过了层层障碍 跳窗就跑出去了 那时候大家整个都傻掉 因为我们都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嘛 就是等回过审 另外两个同学立刻冲出去把他抓回来 虽然这个事有点荒谬 但是真的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小插曲 了解 那有点好奇就是说 那你们那时候教的国小生 大概是几年级啊 我们主要是中高年级 中高年级 就是三到六大 所以就是可能类似电脑课 然后去教他们怎么去写一些程式吗 之类的 对我们当初是用一个游戏 叫做Core Conback 他就是下指令 然后让里面的主角去杀怪这样子 就是简单的运算思维 让小朋友们玩 了解 好 那其实啊 就是宣明跟陈宁 他们都有参加过几次拍抗的活动 那之前也有陆续参加拍抗的闪电秀 那我这部分有点好奇的是 因为其实闪电秀 他的时间是很短的 那要准备他其实也不容易 那甚至是你们当时参加的时候 可能也才高中生 那甚至是大学有参加 对那有点好奇就是说 这部分有没有什么经验 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这边先来 就是当初我们去那个拍抗闪电秀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我们为了要确认这个 我们社团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还有我们的理念是不是对的 所以我跟妹妹就有去参加 就是在众人院的拍抗 也有上 在最后面第二天的下午吧 有参加那个闪电秀 上台发表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上去的目标就是 最主要目标也是要上去 向大家说明我们社团的理念嘛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目标 要向大家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之前 都有不断的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不断的彩排 到最后那个稿子 甚至全部都背起来了 然后当然最后面 那三分钟也是蛮精彩的 然后大家也都给我们很多掌声 然后会后也有很多人 给我们鼓励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当时 拍抗最年轻的参加者啦 所以第二年的时候 有在受到这个拍抗 主办方的邀请 我们有再多少次要参加 所以我们就是连续第二年参加 那我觉得这两次的拍抗经验 不但就是训练到我自己的胆量 然后我还认识了更多的人 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我们也拓展我们自己的人脉 更重要的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立下一个还蛮难的目标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目标 我们不想要就是怎么讲 没有达成 然后还蛮丢脸的 所以我们这一整年来都很努力 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做第二年又达成 向大家分享 然后大家也都给我们很棒的鼓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两次的拍抗经验 可以算是我生命中一个 蛮重要的里程碑 了解 那我有问题想要问宣明 就是说 以我来说啦 拍抗其实算是我出社会后 才知道的一个Python的研讨会 那有点好奇的是 那宣明为什么你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甚至是大学的时候就知道 拍抗这个研讨会 当初知道这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 我们爸爸 就是我父亲 他也是资讯类相关的 然后他平常也会去一些研讨会 然后甚至会上台发表的那种 然后他就有关注到这个 拍抗的这个研讨会 然后刚好也是在中原 他希望可以训练我们的胆量 所以就 我们就要去 那个时候 其实第一年报名的时候 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 因为我们是 那时候还是高中生 所以我们没什么钱 所以我们就 要希望可以买到早鸟票 或者是更便宜的优待票之类的 可是当时就是因为不敢上台 然后 我就不敢上 不敢去参加 然后我们就 拖过那个时间了 之后还是 但是家里就一直希望我们去参加 我们就有写信去向这个拍抗他们主办方里面的人说明我们还是高中生 然后希望去报名 然后那时候也有获得这个招养票的机会 所以会知道拍抗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是资讯相关的产业的关系 了解 好 那其实除了拍抗外 陈尼好像也是有 就像刚刚提到就是有参加ITHome铁人赛的经验嘛 那其实铁人赛是需要一个月不间断的撰写技术的文章 或拍摄影片 那像陈尼就是 你是选择说连续30天 除了写文章外 同时还拍摄影片 并把影片丢到YouTube上面去 那想问就是陈尼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其实连续30天 每天写 那甚至是又花时间拍影片 真的是很不简单 而且陈尼那个时候也才 就是高中生这样子 那 这部分可不可以请陈尼就是分享一下这部分 是您是怎么做到的 去年 我去年的时候 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铁人赛 但是因为我的目标不只是完赛而已 我希望可以得到影片教学组的冠军 然后我当初是用大学生必学的30个拍审技巧 为主题参赛 因为铁人赛是30天都连续要发嘛 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在铁人赛开始之前 我就已经先准备好每天的内容了 不过 因为我不是想拿冠军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评分标准是什么 就是以为浏览量最高的就会是冠军 所以我当初还到FB的那个 拍成台湾社团里面发文 因为这样子得到了很多前辈的鼓励 这个贴文有1200多个赞 然后有200多次的分享 包含铭川大学的谢玉平教授 还有长江大学张家铭教授也有帮我分享 另外还有被分享到台北医学大学 很感动 最后这个铁人赛 虽然我没有如愿拿到奖 但是累积的浏览量有达到23000多 还不错啦还不错 那今年我还会再去参加 而且我要挑战更难的双铁 希望这次可以成功拿到冠军 那可以透露一下就是 今年打算用什么样的主题吗 这个吗 秘密 这个先不要讲好了 好 那我们就先打秘密 就是为了夺管 所以先不要跟大家告知 OK 那就祝福 就是成立今年能够得到冠军 对 好 那其实刚刚除了IT用的铁人赛 跟经营YouTube外 成立也有跟一间公司合作 做了一个Python直播教学频道 在Facebook上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教学频道的内容吗 就是一样是那个暑假 在大一前的那个暑假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经营YouTube的频道 然后就被T-Bani看到 他们是一个线上教学的平台 然后他们当时想要做一个 为期八周的直播教学节目 要谈Python的入门学习 就问我有没有意愿 那时候虽然我自己还是在学的阶段 但是最后还是有选择接下这个挑战 因为机会难得嘛 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是人家公司 在FB粉丝团上的正式活动 而且又是教学类的 所以我每次直播前 我都要自己彩排好几次 而且我还有做小潮 最后总结下来有八场活动嘛 触及了五万多人 然后有累计超过两万两千人看 有五千多个展 那这个暑假有多解锁的一个成就 然后那我这边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 就是我当初在示范打程式码的时候 就是出错了 就出来的结果跟我自己预想的不一样 然后看来看起来我一直找不到 到底出在哪里 然后我正在求助观众 要请观众帮我找 然后那时候真的超级尴尬 而且很紧张 那时候被整个失掉 然后最后是我自己很仔细的 比对我自己的小潮 我才发现是少了缩排 所以我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对拍摄来说 缩排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 大家要特别小心 OK了解 那宣明呢 就是你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程式作品吗 有有有 我当初作品是在 我在高二的时候 就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做一个作品 当时做这个目的是因为要参加 那个我们高职的全国专题竞赛 然后我想要拿到好成绩 所以我就那时候想了很多题目 然后最后打算用Python 写一只Livebot 把我自己的一些本来就有的教训影片 把它整合到里面 就变成一个类似教材的东西 然后让高中生来实际的使用看看 然后看他们的学习成效是什么 那这是我的专题题目 就是透过Livebot来试试看高中生的学习成效 当初其实就算我有点基础 但是我在做Livebot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卡 因为其实每个专案他们后面的程式码都有点复杂 当时我有顺利做出来 就差不多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做出来 然后开学之后 我有实际的拿给同学啊使用 差不多一百多位使用吧 成效是蛮好的 但是在比赛的结果没有很好 因为那时候可能全国太多其他高手了 所以我作品之后是只有佳作 就是全国的佳作 这其中其实也学到很多啦 而且我没有气馁 我有把这个作品再做一些改良 我把我们社团的一些东西把它整合进来 再拿这个Livebot去报名一个 我们在桃园的有一个青年行动家的争选计划 然后当时我就是因为有些社团经验嘛 然后还有这个作品 我就去报名 然后去征选 然后也很荣幸的可以获得第一届 当时是第一届青年行动家 所以虽然这个作品那时候 主要目的地全国的专行竞争 没有拿到好成绩 但是至少在计划这边有受到评审的肯定 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我社团还有这个作品 是实际的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的 这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部分 那其实刚刚陆陆续续宣明跟陈寗有分享很多就是城市的经验嘛 那变成说接触城市想必两位都有好一段时间了 那想要问就是说学会城市对你们的影响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学会写城市让我很有成就感 就是想到写城市就会有种刻板印象 就是感觉是男生的专利 女生比较不擅长这一类的 甚至比较夸张的 有些人会觉得女生都不太会用电脑 所以当我会一点城市的时候 身旁就会有一些崇拜的目光 甚至还会有男生就是拜托我叫他写城市什么的 其实真的让我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在城市对我影响很多 可是我主要分享的是一个 就是我学城市得到了一个蛮有趣的攻读机会 就是我在做来吧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在外面刚好有些因缘际会 认识了一位马接一学院 一位护理系的教授 然后他手边刚好有一个科技部的案子 他正在找人用这个LiteBot去进行一些护理的卫教工作 就找我一起合作 那那时候我高三嘛 我就进了他的研究室 跟他一起去研发这支LiteBot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大二了 就是我们还是有在持续联络 那我应该说我还在持续的 有在帮他进行违孕啊 就是更新这个LiteBot之类的一些工作 比较刚好的也是 我刚好现在也是国北户 就是护理学校的资管系嘛 所以平常系上都有教一些 护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就是老师有一些需求的时候 就是护理相关的需求的时候 我也比较好理解 就相对于其他 我普通大学的资管系的学生来说这样子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就是 其实城市对我影响到什么 就是我觉得 可以获得一个蛮有趣的工作机会 然后利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其他人 这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地方 了解 那其实有点好奇 就像刚刚轩敏有提到说 你们会知道PiCon其实是从爸爸那边 那蛮好奇就是家人这部分有给予什么支持吗 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黄金圈理论 这个是我家人从小就一直给我们灌输的一个观念 它就是黄金圈就是有一个三个圈的同心人 那最里面的核心就是Y 是你一个长期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中间是好 你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最外围的是What 就是你的行动 你该做什么 那现在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苹果的产品嘛 为什么Apple的东西大家会这么喜欢 就串人贾伯斯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公司也是有遵循这个黄金圈理论的 他们的核心就是希望明天会更好 而不是说我想要赚钱 我想要当赚最多钱的公司 他们想要成为的是一个很伟大 可以帮助很多人的公司 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黄金圈 那我的核心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我就想要学习软体跟数据分析相关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变各行各业的 不管我之后想往哪个领域走 其实都跟软体类是脱不了关系的 那What的话 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做法 像是我现在做频道 做直播 还有IT Home的铁人赛 这些都是我的What 经过我自己的实测 我觉得这个理论 或者说这个读书方法 我觉得是很有效的 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黄金圈 了解 那其实就是不管是轩民还是陈寗 其实在高中甚至是现在大学一二年级 都有非常多的不错的经验 那好奇想问说就是你们会怎么去建议 现在目前正在就读高中 或甚至是刚升大一的大学新鲜人 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做 如何过个充足的学生生活 这我相信也是蛮多人希望知道的 那我会觉得就是 你可能现在是高中 然后或者是你的大学新鲜人 你一定会想要在你除了学期之外 你一定会想要在去外面打工 赚一些零用钱 但是我会觉得要 在选择打工上面 要稍微谨慎一点的选择 因为如果你是选到一个好的打工 不但可以赚到一点小小的钱之外 你在未来出社会 你可能也会因为有这个打工的经验 让你可以找到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所以像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接一位家教的学生 然后是城市的家教 就是Python家教 然后这位学生他不是小朋友 是一位公司的经理 差不多四十几岁的 因为女性 然后他是刚好也想要学习Python 因为他想要在用半年的时间 就是用最快的时间 考到一张Python证照 然后再用这张证照去参加这个 Google Code for Gender的一个专案 然后但是他其实没有任何学习Python的经验 所以他想要在半年内考过 其实是有一点点困难 可是我因为在高中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教学经验了嘛 然后还有一些拍影片解题的经验 所以我就一篮就一篮就下这份工作 然后因为他是 我还是大一嘛 我平常去学校要上课 然后他也是因为经理平常要上班 所以我们平常上课的时间就不多了 然后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目标要设定半年嘛 所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下面 我们就必须 就找到一个最佳的学习模式 才最有效 那我们 我在他学习的时候 一样是从最基本的回圈啊 判断是这些慢慢学 然后最后我在半年 我就 在他考过了一张微软的MTA的Python证照 那我自己本身也没考过啊 但是我一次 我是一考就过 然后我就跟他同时过这样 那之后也有拿赞到去参加过 那因为有接下来这个家教的关系啊 所以我也提升自己的Python能力了嘛 那以及我的教学能力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在台北生活 又拿到一些零用钱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当棒的打工经验 所以我觉得学弟妹们 如果我知道 刚上大学一定会想好好放松嘛 然后好好玩一些社团啊 好好教哪里的朋友这样子 我也不例外我也有 但是 我觉得该顾的课业还是要顾 然后如果你要选择打工的话 还是谨慎的选择 我相信这样子 应该就会有一个蛮好的学生生活 所以听起来就是 除了技术能力要有之外 乱实力也要有 好了解 那好奇就是想问说 如果现在就是那些高中或大学新年 他们对城市有兴趣 那甚至是像刚刚宣明有提到 就是你有一个打工经验 然后也是教别人写城市 那对于那些不知道怎么下手的学生 就是关于学城市这件事情 你们会有给什么样的建议 我认为 在一开始 你就要先帮自己设定一个短期 而且是有挑战性的目标 像是我当初就是想要学会拍摄 但是怎么样算是学会 学会设定变数是一种学会 做出一个专案 也可以说是学会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客观的验证方式 就是我去考证照 我帮自己的 我设定的目标是 在大学之前 在两个月内 我要考到Microsoft的MTA证照 跟哥哥一样 然后 为什么我说要设定一个短期的目标 是因为你就会有那个时间的压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你会不顾一切的 找各种不同的方法 不管是你要买书 还是要上网找资料 你真的会想尽办法来达成这个目标 而且你设定的目标 必须要是有挑战性的 才不会说随便就达到 那这样你的过程 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你就失去那个意义了 你在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个很客观的方法 来验证你到底有没有学会 嗯 我也蛮人头 刚刚陈寗说的那个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要有时间压力这个 那我另外想要提的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就是挑一个 你有兴趣的题目去进行下手 像就一例子来说好了 我是从Libar开始的 当初我是从 因为做端题嘛 就从Libar开始 那我也是会一点点基础之后 我就上网或查看书本 就找一些作法 然后去一步一步慢慢的实作 然后看一些网络上 大家以前的经历啊 然后这样做 然后把它整合在我的作品里面 这样比较快 那根据我的经验 好像在实作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完全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因为你原本就只有一点点基础 然后那些又是不同的套件啊 因为你要根据你的状况 有不同的套件进来 那你就要再去理解它去改 可是我觉得这没关系 就是就慢慢去理解它就可以了 因为前一次你有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嘛 你有兴趣之后 你就自然做起来会 其实就像我们老师有跟我们说过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很容易做到半夜 做到天亮了 所以可是你都不会觉得累哦 因为这是你有兴趣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做出来的那个 成就感是非常的有 就是非常 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因为你不是靠别人 目标是什么 那有没有什么规划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陈妮仙 好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说我的大学是北户资管 那因为北户是护理学校 我们的资管跟别的学校 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课程会跟医疗业做结合 那之后没意外的话 我也是会朝着医疗资讯这方面发展 虽然我考不上医学系 当不了医生 但是走医疗资讯 这一块之后 对我应该也可以说是从医吧 而且不得不说 台湾的精准医疗跟长照 这两块发展得很好 不敢说是世界第一 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是未来很有潜力的两个方向 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这么严重 所以长照在将来一定是一个 很热门的议题 那我们北户最擅长的就是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独北户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欢迎来当我的学弟学妹 好 谢谢 那轩敏呢 好 在分享我的目标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座右美 这个是 这句话是凯撒大帝所讲的 I came I saw I conquer 翻译过来就是我 我来我建我征服 大家都知道这个凯撒大帝是古罗马的将军 他那时候统治整个欧洲 但是我今天并不是要宣扬他的残暴 只是要宣扬他的雄心壮志 因为他敢定目标 然后去实践 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们身为年轻人 敢去做梦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做任何之前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一定要先定一个目标 而且你不要怕 不要怕这个目标被别人知道 就是你可能怕你订了正面的时候让别人知道 你之后就没有台阶下了 但是正是你让别人知道后 你才可以多复自己进步 就是让自己进步 像举个例子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参加PICON的时候 我第一年就是有赶上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一年内才努力的去达成这个目标 那我们回头看都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可以达成这么多学校的一个丰功伟业 所以也是蛮惊讶的 然后另外就是家教 我也是定了半年 一开始如果我没有定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所以定目标很重要 而且你不要怕被别人知道 不吝啬跟大家分享我接下来的目标 我大学是两年 那这两年目标 我第一个是希望我可以进到微软intern 然后第二个是希望我可以有机会到澳洲进行交换学生 那当然我不是定了这些目标 然后什么都不做 我想要感谢就是我大学的班导杜清明老师 他很常给我建议 很常给我鼓励 那他也会鼓励我们多多参加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 那我也是听他的话 然后参加很多比赛 那这大一大二我参加很多比赛 然后也获得蛮不错的成绩 所以相信这些经验可以对我在未来 不管在微软intern或者是可以出国交换 都是一个蛮关键的筹码 那进微软intern这个机会我也希望可以得到 那我在今年这个暑假 我应该会去考一个微软intern证照 然后写一本书来教别人 让别人可以轻松考过这样子 所以我就除了分享我的目标之外 这句I can I so I conquer 也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定下目标 然后并且向大家宣扬自己的目标 不要怕失败 因为我们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 我们有眼心有抱负有感兴的勇气 谢谢 还有年轻 岁数就是年轻 好那其实相信在听完宣明跟陈寗的故事后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两位都是很有想法的大学生 除了有想法外行动也是一等一 那感谢两位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经验分享 想必会众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宣明跟陈寗 后续我们将开始进行QA的活动